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那请各位翻开大波涅槃经 第104页 第2号 二十日世尊护告存妥 莫大啼哭令人憔悴 各位这个憔悴 同我们一般所讲的憔悴 他这个注运符号注错 他注浅 那个字就是憔悴 同那个憔悴 各位前面存妥 还是呢 对 希望世尊呢 能够注视 比较涅槃 所以呢 这个现在世尊 安慰存妥 各位 就是安慰存妥 各位佛经事实上 这个也是很人性化 当弟子呢 苦苦呢 哀求呢 然后呢 这个世尊不忍心看弟子呢 这么样的难过 所以呢 就安慰他 但是我们一般人在安慰别人 只有安慰 并没有教化的意味 各位比如说 当有人家里面有人往生 我们常跟他讲说 那对人死不能复生 对不对 但是 但是只能够短暂的安慰 并没有办法 因为这件事情 而得到的启示 但是各位 但是佛就不是这样的 他安慰完存妥之后 他还会教化 存妥 所以你看下面 当官世尊 有如 一 芭蕉 也写一 二 热食之眼 三 水泡 四 幻化 五 前踏破层 接下来 看诸行有杂毒食一 有违之法多诸过患一 两个多一 好 各位 现在 现在世政开始教化纯妥 意思就是说 叫纯妥呢 要开始观察 意思就是说 对 不要再难过了 你应该好好地观察 那各位 那观察这些的内容 原则上就是不外乎我们前面所讲过了 就是 就是苦空无常 无我不进 那就是就是这五官就对 就这五官 那前面五个 前面五个 八交 热食之言 水泡 幻化 前踏 博尘 前面这五个 就是辟空跟无我 你们自己写空跟无我 然后中间那七个 坏气电光化水 临死之球 手果断落 如之精进 如对上下 这七个是辟无常 接着 杂毒屎 就是辟苦 有为之法 多诸过患 就是辟不尽 就是前面所讲的五官 各位佛经 为什么要重复 一直说 一直讲 各位一样的概念 比如说之前 我们也上过 上过这样的五官 那难道上过之后 各位你就 你就能够呢 对 有这样的认知吗 或者说呢 或者说你就能够 增入到这样的程度吗 有还是没有 事实上是没有 所以有时候佛经 他会不断的跟各位来讲 对 各位就像 就像别人一直欠我们 从小欠我们 欠到大 对不对 但是呢 但是我们还不 我们听一辈子 也不尽的会改啊 所以 大家在读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切记 一定要不要 一定不要认为说 你已经听过了 各位这没有意义 现在我 现在我不是要让你听过 而是 你是否改过 各位 你没有改过 有没有 你 再听一万遍都值得 听到你改过啦 各位听到你改过 所以我们再 再加以解释一下 世尊为什么叫 存佛当官身体呢 因为现在存佛也是看到呢 世尊的化身 也是看到世尊的身体 他即将要涅庞了 即将要死亡了 也是看到世尊的身体 所以呢 所以世尊才讲说 当官身体 是这个意思 透过这样的观察 让你升起的智慧 透过这样的观察 你才不会再难过 你才不会再憔悴 就是要透过这样的观察 那各位 那你到底有没有想过几个问题 在我们还没解释 这一段之前呢 我们来谈 谈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 各位 比如说 你现在遇到的挫折 各位 那你遇到的挫折 你为什么遇到挫折呢 各位 你遇到挫折 有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 对 你现在 你现在失恋了 或说 你现在失业了 或者说 你现在已经遇到不如意了 但是各位 但是你借酒消愁 也不是办法 或是你意志消沉 那也不是办法 或是说 你让自己自根堕落 那也不是办法 或是说 你自己呢 就开始否认的人生 或是呢 对不对 或是讨厌的人性 各位 这这样都不是办法 各位 我们观察我们自己 还有观察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人生当中 遇到的挫折是很多 但是问题 问题难道每个人 都一直期待别人 来安慰我们吗 那各位 那有的人 虽然有好朋友 但是你的好朋友 并不见得是良师啊 你的好朋友 也不见得有能力啊 对 他安慰你 喜欢你啊 啊如果身边没有朋友的人 那他更苦 各位有朋友呢 有时候都帮不了你 那如果没有朋友呢 如果一个人对 孤苦伶仃 孤家寡人 一个 或是根本就 连一个自信朋友都没有 那各位 那谁来安慰你呢 所以各位 我们在读 读佛经 各位 你现在要体会到 一个很重大的关键 什么叫重大的关键 现在 现在佛教我们当观察 各位你要注意看啊 我们今天呢 对 这些的痛苦呢 或是这些怨恨 或是这些的无奈 就是因为呢 我们呢 没有明白那对世间的真相 为什么我们没有明白 世间的真相呢 因为我们没有去观察 各位 你没有好好地观察 宇宙与人生 因为你没有观察 对 所以我们常常呢 就是呢 对 会误会别人 或是呢 对 会否认的自己 所以各位 我在读佛经当中 我得到一个很深的感慨 也就是说 你现在对一般人 你跟他讲说 来我现在教你观 观苦空无场 无我 无好我 各位 你这样跟他讲 一定是没有用 各位这样对不对 各位你要针对他的问题 来教导他 来教化他 然后呢 你要教他 也怎么观察 各位注意 观察不见得 一定要让他观察到明先见性 各位比如说 有一个人 他这些事情想不开 他透过某个事情的观察之后 他终于想想开了 各位这不是个很好的方法吗 各位那为什么大家学佛法 为什么要这么顽固呢 一定就要让他明先见性呢 各位不需要这个样子 所以 所以你应当去观察 各位你应该从各种角度去观察 有的谈到修行 他观察身心 他自己都没有办法 然后将他观察 世间的现象 他可能会觉得说 他更没有办法去观察 或是觉得说 世间的现象跟他不相干 各位你 这是大错特错 因为呢 你看错了人生 所以呢 你自己才会自我折磨 如果呢 你看对了人生 你凭什么看对 就是凭你的观察 你观察之后 得到的一个结果 让你领悟了 各位 但是不要每次你的领悟 都要经过呢 痛苦 就像辛小奇唱一首歌 多么痛的什么 所以 所以在还没谈这个五观之前 那我先跟各位来谈 你应该用在日常生活 各位 你应该怎么观察 各位 你应该怎么观察 然后观察 他到底带给你多大的利益 跟智慧 跟启示 各位 我举个例子 我们从几个角度 来做一个观察 各位 世间 有很多种类型的人 那我们可以 一组一组来谈 各位 我们从第一种类型来谈 世间有两种人 一种是痛苦的人 一种是快乐的人 好 那各位 那我现在不要说多我说 那我现在 我现在直接问 比如说这个 三逆 对 你有沒有观察过 痛苦的人 不是我 我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有沒有观察过 痛苦的人 都是什么样的人 痛苦的人都是邪见 不一定 因为你这个邪见 当然是换尾见 你已经 对 概括太什么 太广幻了 对 太广幻了 不然我先问你个问题 你有没有观察过 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 对 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人 这样讲 好像也不对 各位 各位我先 先不要这样谈就好了 各位先不要这样谈 像周恩你们每个人 你们每个人都自己 各位你们年纪比较大的 你们自己都自己的儿女 那年纪比较年轻的 各位你们每个人 都自己的 对 先生跟太太 那假设 你是个很明理的父母亲 是让你可以帮助你的子女 在未来的人生当中呢 对 怎么样 怎么样的去走 他的人生才能够 对 正确 才能够幸福 才能够快乐 才能够有所成就 但是如果呢 你还很年轻 你如何当一个 闲内主 你如何当一个 负责任的先生 那那之位 你要教他 各位 你要教他 但是如果你自己不会 你根本没有能力教他 各位 我跟各位讲的很坦白 你根本没有能力教他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教他 各位就这样说 不是说你学佛之后 每个人都一定要 要来给你开悟 各位你不要讲这么快 就像我今天跟你学生 谈过一个问题 我说你的子女想要成功 你不可以否认他 这样的观念并没有错 各位这样对不对 这样的观念并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你要告诉他 对 成功 你有没有观察过成功的人物 各位观察过成功的人物 为什么要观察过 为什么要观察成功的人物 因为你想要成功嘛 各位这样对不对 所以你应当观察成功的人物啊 那你不观察成功的人物 你怎么成功 你你根本你你根本你你根本上跟你跟 你根本没有办法对 迈向成功之道 但是问题是你有教他说 怎么观察一个成功的人物吗 那同理可证 当你在教他 如果观察一个成功的人物之后 你还要教他说 你有没有观察过失败的人物 对失败的人物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你要观察 那如果你能够详细的 自己曾经用过心 然后曾经去观察过 诸位 我跟你讲 不论你帮助你的侄女 或是帮助你的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 都会觉得你是良师义友 都会觉得呢 你不但呢 是好君师 也是好办理 那我现在做一个调查 你现在是那样的人 举手 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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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穿 两顶 讲坤一顶 不怪 此人 跟你讲话 不辣 各位 要怎么辣 各位 比如说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我们家人 有心事跟我们谈 但是当他 真的想跟我们谈的时候 你却没有能力 这样对不对 各位 一般人没有能力 只能够倾听 对还是不对 意思说 如果倾听 就算不错了 不跟美 说这个世纪 就算不错了 这样的父母 就好像算很免礼了 所以你诸位 诸位 佛 佛教弟子观察 就是 就佛 佛知道弟子 然后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他教弟子怎么观察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们也知道啊 我们人生当中 很多人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应该叫他观察 应该怎么去观察呢 这样各位 这样你就会得到 你就会得到很多种概念 如果你够用心的话 请你好好的去观察 那我们现在绕回来谈刚才 先从世纪华角度来谈几个问题 各位 你想当一个快乐的人 你又要观察啊 快乐的人是个什么样子 他什么样的人啊 他会快乐 好 那 禅静说说看 什么样的人会快乐 我们先不要讲痛苦 各位 你讲痛苦也可以 你讲快乐也可以 因为你只要讲一边 另外一边就他的相反 各位知道对不对 随便你讲 看你是要讲快乐的人 还是痛苦的人 你现在要讲什么人 你现在要讲什么人 快乐的人 自主常乐 然后呢 一种人就开悟啊 我现在是说快乐的人 不是开悟的人 简单这么讲 快乐的人 他比较会 比较会朝 正面的角度来想 正向的 然后痛苦的人 比较会朝 对负面的角度来想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 很容易 环世往好的画面想 这一种人 这一种快乐指数会很高 环世呢 都从忽面的角度来想 这一种人 当然痛苦 这种人 痛苦 那所以你要观察过你自己 你到底呢 都是从什么角度来想 虽然呢 这叫做相对的概念 但是问题 不见得你能够做得到 那所以你观察快乐跟痛苦的人 他们一定有个固定的思维模式 那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会决定 对这个人呢 到底是痛苦 或是快乐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种人 就是成功跟失败的人 那各位 那成功的人呢 当然 当然成功的人 他心量一定比较大 然后失败的人呢 他的心量一定比较小 但是有一种人 心量也很大 耍耍 对 然后常常 对 被他欺负 所以各位 所以 所以我现在所讲的 并不是 你有办法讲述他所有的条件 我只是大约给你讲一下 有没有 抛砖引玉 然后你 你自己想要当成什么样的人 你要详细去观察 他 他是属于什么样的特质 然后他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所以各位 你观察过成功的人 一般成功的人 他们的心思都比较细腻 然后失败的人呢 对 他们都是比较粗心 虽然条件很多 我现在只是单一讲 举个例子而已 谈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 那各位 那你可以看看你自己 你自己呢 在分析事情 或是你自己在思考事情 或是你自己的组织能力 或是你自己的表达能力 对 也就是说 有没有很细腻呢 一般成功的人 都有这样的特质 你听他分析事情 你看他那对写企划案 你看他那对做事 或是你看他那对 他所规划的一个问题 他考虑都比一般人做到 这是成功人 他一个很明显的特质 那失败的人 你观察到他 他破绽百出 各位你看很多的人 他拿了一些钱 他就想要去投资 就想要去创业 然后就想要去开店 对 但是你问他所有人 各位你只要详细问他呢 他一定有破绽 那就代表是什么 代表他想不清楚 那万一他成功呢 各位我告诉你 他的成功 事实上是表面的成功 那叫做侥幸 他未来一定会失败给你看 他一定要失败给你看 就像就像不会投资股票的人 乱买股票 你不见得会输 对不对 不见得会赔钱 但是他以后一定要赔给你看 因为他根本啊 对不对 不懂 所以呢 各位 所以初心的人 他永远没有办法成功 他常常 对 都会变成一个失败者 除非他愿意呢 对 对 将这种心态改变过来 不然他没有办法 所以这是第二组 成跟败 对 第三种人是什么 第三种人呢 就是单纯的人跟复杂的人 好 各位我们这班谁最单纯 全班公认 就是坐在第一排的人 对 坐在第一排的角落 那个人最单纯 心存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看心存单纯 他昨天啊 终于开口了 一开口下去 连大喷鸟 都走着 咬下来 对 心存昨天 自立民意怎么说 你不能说我 吞吞吞 你们说什么 我好清楚 你知道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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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我本来想说 你可能在臭肥 你知道 结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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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人心存 他说你知道 他说我第一次听 听书 讲义 真的 我就知道 这人是什么 在讲心 我说 哦 好 好厉害 老公 第一次在妇女大学 听我说 义坚就知道 这个人都说心 对 我说 哦 你不敢进来 你听有 很多同学 一直跟我出家 知道说 原来 以前就在说心 人 他很听就很知道 对 你是等我出家 你才知道 好 差那么多 差了 差了好多年 各位单纯的人 遗忘比较少 复杂的人 遗忘比较多 你稍微观察一下 所以遗忘越多的人越复杂 像他这种单纯的人 对了 九点半 快点 中等一睡 这种人 不太单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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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九点半 要一人坐在那 都不睡 你看 在那 晚上公觉 在那 嗑嗑到 哪叫哪喝 那晚上公觉 嗯 啊 所以各位 你看看嘛 你看看你单不单纯嘛 你不单纯 你的意望比较多 好 各位 各位你观察一下 各位你们现在在上课 有没有听到 听到佛号声音 有 有哦 那是九楼的声音 还是念佛记的声音 那是九楼的声音 还是念佛记的声音 九楼 你看 连那九楼教义金 都在念佛 你看 啊我们教佛经 都没在念佛 很奇怪 我认识的声音 我观察过他们很久了 他们教义金都在念佛 所以我感觉 我感觉我也时空错乱 我现在到底 我要教什么 他就比我们上识 好我欠我一座坏 哈哈哈哈 我们念佛 我们念佛 我们念佛大声的 念佛 我这真痛的 你这样 哈哈哈哈 再来观察第四种人 就是刚跟柔的人 各位你看看 你是刚还是柔 各位刚的人 主观很强 柔的人 比较客观 你观察一下 所以 所以假设 你要 你要 你要调回来 各位尤其我们在学佛 你要出一种概念 我就跟你讲 不论任何的观念 你都不可以执着 各位以前 抓世间法的概念 现在抓佛法的概念 以前抓错的概念 现在抓对的概念 以前抓邪见 现在抓正见 连正见你都不可以抓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一抓下去 各位你知道 一抓下去 你就会主观 只要一抓下去呢 你就有守住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没办法应无守住 各位跟你讲 真的 你真的没办法应无所住 就像今天同学在泡茶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我们这里面 对茶艺可能最内行的 应该是禅禁 外面在 外面 外面在 在交第一泡茶 要禁多久 大约 第一泡茶 近二十三分钟 二十三分钟 我举一个 我举一个 近二十三分钟 吹就变得带油了 对 那第二泡茶要多久 那各位 假设这样教 假设是个正确观念 假设 假设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去学查到 老师就都是这样教 那我们当学生就是笔记 就是把它记起来 好 第一泡多久 第二泡多久 然后回去之后呢 就就按照这样 泡 禅禁 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不对 对嘛 各位你看 因为茶的属性不同 他所浸泡的时间 对 不一样 所以各位 任何的概念 都不可以跟你讲说 这样叫做绝对的 不可以这个样子 那各位 那一样 各位一样的道理 一个观念不正确的人 他就是观念不正确 你跟他讲正确 也不好 没有用就是没有用 对 所以 对 所以你应该全巧方便 对 来谈其他的 那各位 那你怎么全巧方便 全巧方便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你不要抓住你的观念 各位知道对不对 你抓住你的观念 你就没有能力全巧方便 所以你要破掉你的主观 你还要有客观 所以这样 这样刚跟柔 各位你观察一下 一定有这样的特质 这样的特质 再来第五主 就是我们所讲的 好人跟坏人 或是善跟恶 各位 我们所讲的 我们所谓说善良的人 他有个特质 比较为别人想 对 那比较邪恶的人 他有个特质 对 都偏向于自己 比较会为自己想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概念 你一观察 你就会得到一个答案 那各位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只要观察你自己 对 看你是多为别人想 还是为自己想 那你就会知道说 我们内心的善跟恶 好跟坏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做一个评估 在那里你观察第六种人 就是那对 有信心 跟没有信心的人 对我现在所讲的 都是很 就是你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这样 就是有这样的人 而且这样的人 常常 那个人就是你 有没有 那个人就是你 那各位 那为什么有的人那么有信心 为什么人 有的人这么没有信心呢 他也有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差异性 很多人的信心 都是建立在实力 也就是说 他认为他自己有实力 因为这个实力呢 让他充满了信心 那自卑的人 对他常常 他常常觉得他 他对自贪不辱 也就是说 他认为他并没有什么实力 对他也没有什么专场 他也没什么学历 他也没有什么口才 对他也没什么智慧 他对他也没什么背景 所以在他内心 会越来越自卑 简单这么讲 他认为他没有实力 所以这样的感 这样的感觉 就会形成每个人的人格特质 都没感觉 各位主要看 每个人的人格特质 都没感觉 他的内在一定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障碍到他 很久很久 在我们谈一种人 就是果决的人 跟犹豫不决的人 他这宝人跟你说 犹豫不决的人 有什么特质 痛苦 跟快乐的人 你不要扯在一起 有什么特质 有什么特质 想太多的特质 为什么要想太多 为什么 顾虑东 顾虑西 怎么不顾虑南 顾虑北 这个跟没信心有关系 我看你是跟全部 全部所有都有关系 各位 事上每一点都有关系 各位 对不对 但是这位 但是保冷你还没讲述重点 你表面上讲好像是对 但是并没有讲出重点 为什么很多事情 你需要想这么久 为什么 你讲出你的情意 是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想那么久 为什么 然后想那么久 为什么还不能决定 为什么 你讲讲看 为什么 哪里出了问题 抓着我不放 你不要谈那么深 这个就开悟 跟开悟有关 我现在不讲开悟的问题 好 我听你说 各位有意不觉的人 就是判断力不够的 各位因为判断力不够 所以他害怕 他的选择是错的 各位 所以才会犹豫不决 又觉得 对往东对 但想一想 对东边有陷阱 又觉得 觉得往西边 对 才是最佳上策 对 但是西边有风险 这样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我们是不是谈说 这样的人比较容易胡思乱想 各位这根本没有找到答案 因为我跟你讲 你太胡思乱想了 每个人都会胡思乱想 这没有什么答案 你要找到一个根本的核心 你的判断能力不够 最果决的人 各位你要注意看 果决的人 他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 他下决定 由于不决的人 他为什么长时间 还下不了决定 关键 由于不决的人 就是什么 对 他不知如何是好 对 所以他没有勇气 对 下决定 因为他害怕 他的决定是错的 他怕他会后悔 所以由于不决的特质 他永远都这种特质 各位那你观察 很果决的人 他平常就有训练他的判断能力 他并不是一道事情才会判断 而是他平常有没有 就有这样的思维模式 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能力 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判断出来 所以各位 这些都有特质 所以你们要去观察 你们去观察你们身边的人 那个人是属于什么人 那个人是属于什么人 他们的真接点 到底差异在哪里 我的意思就是 那个美国 那个美国到底差异在哪里 各位就差别在这边 再来我再谈 谈一种人 就是可培养跟不可培养 各位这个问题 在很多的企业 或是在很多的传承 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电视 电视的节目不是 有一个节目吗 川普吗 有没有 他那个节目叫什么 谁是接班人 对不对 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节目嘛 谁是接班人 各位 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哪一个人适合接班呢 哪一个人适合传承呢 各位不论是企业的接班 还是说呢 对不对 我们在学法当中的 的华脉 对不对 哪一个是接班人呢 对 那接班人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 各位简单这么讲 哪一种人是可照之财呢 来台话说说看 你讲可照跟不可照 可以用功肯精进向上的人 这样的人不少 这样的人不少 但他不见得适合当个接班人 工师很多人很认真 然后修行的道场也很多人很认真 但是这样的人不见得适合当接班人 你知道吗 来国阵 国阵查 我们去西点 西点 那个精效 准备好的 那是更抽象 你讲那个更抽象 什么叫准备好的 各位比如说 你在培养一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适合你培养呢 对 是不是像台湾所讲的 只要是认真的人 对 就适合培养呢 不见得 各位很多人很认真 拉骨雷 有没有 不适合 对 也不适合 我就跟你讲 这种东西很抽象 对 相当的抽象 当然这一种是观世音菩萨了 对 这个 你们 肯承担的人 但是 有时候 智慧不够 什么 上面什么 上面所讲的 七个人的正义 哦 这样的人 就越来越困难 要具备以上的条件的人 才是接班人 哇 那这样更困难了 各位 这样条件就越来越 越严苛了 各位 简单这么讲 可塑性强的人 各位 你要培养的人 就是这个人 对 值得你雕塑 但是 各位 他值得你雕塑 但是他本身要配合 可塑性强 我们现在做个调查 你觉得你可塑性强的同学 举手一下 快点啊 我们来雕一下 心宽哦 真是我活年了 天下大乱 你不是可塑性很强 你是不定性 你是不定性 不定性 跟可塑性差那么多 那各位 我们以上所谈的八组 这八组就代表说 我们生活当中的 对 八类 八类的 但是为什么谈这八 对八种类型的人 因为这八种类型的人很重要 对不对 在我们生命当中 几乎都是这样其中的一种的人 然后呢 对 我们每个人也都想说 去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我们自己 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各位 你想做个成功的人 或者说你想当一个有成就的人 但是你又不知道你自己 到底什么特质不够 然后关键 问题出在哪里 没有人跟你点开 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然后你学的佛法 你的学的佛法 也没办法回归来应用这个层面 那各位 那我只是简单跟各位这样讲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想当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你想当快乐的人 你应该观察快乐的人 你想当成功的人 你应该观察成功的人 你想当一个 很柔软的人 你应该观察柔软的人 那各位 你观察之后你就有答案了 你的智慧就会开 你会知道 你会知道为什么 然后你一点抱怨都不会 原来他是有条件的 这个就叫做延期 他有因为有这样的因素跟条件 所以他今天才会这个样子 这个一点侥幸都没有 这也不是命中注定的 对 所以你唯有 透过这样的观察 你自己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臣服 才能够心甘情愿 才能够什么 老实 才不会抱怨 因为都是这样 这个样子的 没有人 对 没有人因为是怎么样的 所以他才今天 可以拿 对 可以 可以这么样的一个 有成就没有 那以上说谈的那八点 比较偏向于世间话 那我说我现在要来谈这一点 就直接要谈佛法的问题 各位 我们今天来修行 我们最主要呢 对 要谈一种人 米的人跟物的人 这位就好像最近是跟很多同学谈 对 谈很多的问题 然后很多同学 无意当中 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对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哎呀 比如说 师父我们的理念是什么 或者说师父 你想要带我们往何处 各位关于这个问题 但是我的回答方式呢 都一以贯之 我从头到尾的回答都一样 啊 诸位 大家来此的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好好修行 没有第二个目的 离开这个目的呢 就是邪见 啊 各位 不论我自己要好好修行 还是说 带往各位要走哪个方向 也是要好好修行 那为什么只有这个目的啊 因为很简单嘛 我们今天来修行 就是迷雾之间 就是这个问题而已 不是迷 就是雾 没有第三个答案 我跟他们跟各位讲 所以你要观察 雾的人有什么特质 迷的人有什么特质 其实你头部开始摸在摸啊 为什么 快乐的人还见过 成功的人也见过 但是开悟的人却是什么 其实没见过 啊这样怎么观察 来星光说说看 这怎么观察 迷跟雾怎么观察 啊不过心悟 你叫你叫做心悟你说 你如果说不行 改名改心名 啊你怎么知道 他了解 对啊 可不可以具体的讲 他怎么呈现 哦这是你的人 哦对 这你里面讲 因为这你观 差不多都知道 啊悟的人呢 你观察过悟的人 是什么情形 所以也是 有点抽象 因为有很多 有能力的人 或是有很多 了不起的企业家 他们就有这种感觉 各位米跟雾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各位你们今天 不是来这边 问我说 师父 涅槃经 要上几年 这个一定是米的人 的话 各位如果你这样 问我这个人 就是米 因为你又不是来 问我 对 上涅槃经 要上多久 内行人一听 就知道说 这是外行人 说的 那各位 也就是说 今天不论你来上 哪一本 经典 你是为悟而来 你只为这个目的 你不为其他 第二个目的 那你就要 问你自己 我既然是 为悟而来 其他的 对 其他的 都不是你的问题 其他 那也都不是重点 那些问题来 那米悟最大的 关键 差别在哪里 各位 那个关键 那些闭 跟你说出来 就像我刚才 所讲的 说犹豫不决的人 就是因为判断力的问题 可造之才 是因为 是因为什么 可受性的问题 那米跟悟 它的核心到底 在哪里呢 行义说说看 说不知所以 来 心存 你 你之前做 你说 看看 哈 对 你看你穿那顿就觉得很燙 对啊 对啊 就已经很有分量了 又穿那顿 那北极熊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嗯 嗯 来 您的老婆说说看 不是啦 你说 那样就像那样了 哈哈哈哈 啊 各位我们先开来谈了 对 米的人 迷的人 他一定是迷在外境 悟的人呢 一定是悟在自信 就这么简单 迷的角度在这 悟的人 各位悟的人呢 一定是往自信的 迷的人一定是迷在外面境界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坦白跟各位这样讲 要开悟 要开悟最快的速度 就是时时刻刻能够 对 看查自己的心得 这种人最容易开悟 他是任何法门 他比任何法门 对更容易开悟 为什么 因为他最直接 但是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 他没有能力时时刻刻 去面对他的心 所以他才要去 对 借助其他修行的方法 比如说透过诵经 透过拜佛 透过超经 或是透过其他 对 法会 那我们并不是说 这样不好 我们只是跟你讲说 是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 面对你的心 对不对 所以你没法 各位没有能力 面对你的心 有什么意思呢 第一种意思就是说 你看你的心 你看你的心没有能力 第二种 你在怎么看 就是乱七八糟 第三种 你修很久 都不得力 所以你不得不呢 放弃这个方法 然后改修其他法门 你了解我意思吗 各位 这个是你自己要蒙心自问的 你要面对你自己的 一个内在 比如说 是你不懂这个方法呢 还是你觉得 你无能为力 这样修理实在没法 所以那天有跟一个同学谈到 那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开悟 我说就只有一个方法 对 观察自己的心 你才有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开悟 各位这个理论不是只有我说 达摩祖师也这么说 但是各位 但是他困不困难 很困难 他为什么很困难呢 各位你对 你对喜欢看书的人 你叫他不看书 苦不苦 苦不苦 苦 对于喜欢念佛的人 对 你叫他不要念佛 或者说有一种人 他一定要拿佛珠 他才能够念佛 他突然佛珠丢掉了 他在念就觉得很奇怪 还有一种人 他虽然喜欢打坐 但有一天他的普团被偷了 从此呢 怎么做都不习惯 这种人也很糟糕 所以各位 你不要一天到晚 你兄弟的普团 你知道 各位表面上 各位表面上 你好像在修心 你并没有在修心 你一般都是 在外面的境界 然后你绕不进来 但是你常常会误会说 这个就是心 我坦白跟你讲 各位什么叫做心 你知道吗 所谓心 就是无依无靠 就没有一个方式让你靠 那叫心 只要有个东西让你靠 有没有 那就代表说 你想抓一个东西 你了解吗 那我们习惯抓东西 各位 是你的心 习惯抓东西 所以并不是你在观察你的心 你真的不要误会 是你在观察 你心所抓的东西 你要分清楚 不是你在关心 我就跟你讲 心无形无相 对 然后心 有没有一个定处 所以 所以你说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 那你说那不用这个法 用其他法门 可不开悟 也可以开悟 但是比较慢 但是你要快 我就这样跟你讲 那你要比较慢 我就跟你讲说 你真的没办法了 所以你只能够 对 往外推 再借助其他的方式 看有一天能不能脱落 所以重点的关键 就是在这里 你的人 他就一定是外境 用外境这两次来包括所有的概念 你只要抓那个东西 就叫做外境 那各位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分析 你应当得到很多的答案了 各位 什么很多的答案 比如说这个人往生 你如何 去安慰他的家人呢 如何为他的家人开示呢 比如说这个人现在失业 你如何 对 叫他去观察什么 那为他开示呢 比如说这个人失恋 他现在很痛苦 你要用什么方式 就叫他去观察 让他开 为他开示呢 不知道各位你会的吗 来 宏安寺 哎呀喂 所以一般人往生呢 我们都是教他观察无常 对不对 就像现在世尊 也是教纯统 你应该对这样的去观察 各位 那如果大家 还不太明白 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好 各位比如说你现在你的 你的家人在抱怨 对 你只要教他一个东西就好 意思就是说 你应该去观察 需要什么条件 一个人才能够活着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呢 就得叫他去观察 他越观察会越多 好像呢 好像本来我抱怨家人 但是家人跟我有关系 好像我本来抱怨同事 同事跟我有关系 好像我本来抱怨 对不对 这个陌生人 到最后这个陌生人 跟我也有关系 各位当他一直观察 到最后呢 他终于会领悟到一种答案 他事实上应该要感恩 他不可以抱怨 他没有 他没有资格抱怨 他一点资格都没有 因为那对 众人对他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我们当抱对不对 是从恩 其中呢 其中呢对 一从就是众生恩 各位你观察 你就有答案了 各位你只要透过观察 你一定会得到答案 但是你没有透过 透过观察 你怎么安慰他 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呢 大家当学这样的观察 来帮助你自己 然后也帮助你身边的人 请你要用你的智慧 不要极限你在佛法 可以用很多种角度 来教我们身边的人 怎么去观察 他遇到什么状况 你应该教他怎么观察 各位如此呢 你自己的智慧 还有你自己在学佛呢 你就能够融会贯通 融会贯通 就能 printed 就能不是 是顺着你回徒 这一定是 你手带来的 是什么 我自己在学佛呢 感谢观看